感谢天父,我们的主题是充满喜乐的秘诀,怎样可以充满喜乐,很简单的三点在这里,就是说第一,亲近神而喜乐,因为神是喜乐的来源,我们可以亲近神,然后清理所有的垃圾,因为我们里面很多伤害啊,负面想法啊,很多控诉啊,这些负面的想法,但很多人就觉得,啊,人骂我,我必定不开心, 这个,这个不一定是必定的,这个是,这个是谎言,人骂我,我必定要不开心,这个是谎言,人骂我,我可以不放在心上,但很多人觉得很困难,但我现在会,啊,会解释一下,怎样可以有喜乐,然后第三点,很重要是,当我们亲近神,遵从神,以神为乐,神就欣赏和赏赐我们, 所以,我们说,我们亲近神,我们处理生命,我们靠主喜乐,神就喜悦,神就欣赏,所以我也可以开心,你想一想,如果你的老师,你小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啊,你很乖啊,你做得很好啊,或者是你的父母,啊,你做得很好啊,他在笑,你会不会笑呢? 啊,你会说,啊,他都欣赏我真好啊,如果神欣赏我们,我们每一个都应该很开心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想到圣经说,一杯凉水,神都不能,啊,都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就说,我们做什么,尊重神的地方,神都很喜悦的,哈利路亚,啊,这个是,喜乐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喜乐,但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烦恼呢? 因为他们,我们里面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圣灵,神的同在,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罪性情,我们自己的烦恼,我们被人影响,如果神的心情,神的圣灵的充满在我们心中,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充满喜乐,但很多人是,他们的想法是,啊,人骂我啊,他们就看人的问题, 注目在人的问题,啊,人真不好啊,我的环境真不好啊,情况这么困难啊,看着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太大了,圣灵的果子就很弱,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着神,想着神,享受神,我们就更有喜乐平安,很多人为什么缺乏喜乐呢? 因为两种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注目在自己的伤害,很长的时间说,啊,他伤害我,他对我不好,他做了不好的东西,都是,常常,想着以前的伤害,以前的,有的伤痛啊,有什么困难啊,啊,很困难啊, 啊,家庭很困难啊,工作很困难啊,或者是侍奉很困难啊,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啊,情绪,不开心啊,啊,很多怒气啊,很多烦恼啊,或者是,看人有没有尊重自己,有人尊重自己就开心,没有人尊重自己就不开心,但其实最重要是,神尊重我们, 人是不是尊重我们也不重要,但我们爱神也必定有人尊重我们,但很多人因为,作为的非基督徒,或者是有些软弱的基督徒,对我们有不尊重,我们就被,啊,被影响,有些人是注目在自己的利益,什么得到什么利益啊,什么享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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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困难,我真的很辛苦啊,就注目在辛苦, 请你想一想,你一天的时间是多少注目在自己的情况和困难,或者是注目在神的大恩和大能,其实很多基督徒都不是整天在想,啊,神真好啊,神真爱我啊,神欣赏我啊,圣灵在感动我啊,神在意志我啊,神的祝福啊,啊,啊,神真的看中我啊, 啊,注目在这些我们就有力量,然后我们也注目在别人的痛苦和需要,这些人骂我是因为他们有痛苦,他们自己不能处理他们的痛苦,所以我需要怜悯他,我就祝福他,带他信耶稣,为他祷告,善待他,啊,然后我也注目在神的国度的扩展,怎样将神的福音传到更多人,啊,更,啊,祝福更多人祝福教会,祝福周围的地区, 兄姐妹,也注目在永恒,永恒我们所做的神度纪念,所有为神做的神度纪念,如果我们注目在神和恩典,和怎样去爱人,关心人和永恒的话,我们就说现在受苦也不要紧,啊,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集中, 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暂时的,暂时的痛苦不要,不重要,但很多人就是整天,啊,我很苦,我很苦啊,我,我,我请你们想一想,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注目在很多的痛苦啊,困难之中,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肉上的灵食骨,骨肝,啊,整天有喜乐呢,属善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神怎样善待我们,其实神,很多地方善待我们,祂赐给我们食物,祂赐给我们有家庭,赐给我们有健康,赐给我们有工作, 有适用的一切,赐给我们圣灵的感动,啊,救恩,赐给我们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的恩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我们就赎上神的恩典,然后,啊,我们亲近神,尊重神,神就欢喜,我也喜,我也喜乐,我也喜乐,我也喜乐,就是说,我尊重神,神就很喜乐了,我也欢喜了,神,神,我亲近神, 神必定喜乐,我就,啊,祂喜乐,祂在笑,祂看着我就喜乐而欢呼,我就喜乐,哈雷路亚,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喜乐,我们,这个就是良药,这个,我们都发觉了,开心的时候,身体真的就健康,有力量,睡眠也好,所有一切都好,但要伤的时候,就有重担,烦恼,就不开心,就, 身体也不好,睡眠也不好,然后,很重要,是怎样有喜乐,接受人的罪性情,意思是什么呢,我明白他们有罪性情,所以我不被他影响,我明白,不是说我接受罪,我是接受他有罪性情,我知道人有罪,但我明白了,我明白就不被他影响,我就说,啊,人有罪性情,不要紧,啊,我尽量去帮助他,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也清理所有的伤害,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伤害的,别人对我们伤害,但我们放手,然后活在神的喜乐中,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心灵,我们,我的灵,我的肉体,我的事分,我的工作都在喜乐中, 但实际上,我发觉很多基督徒都说,啊,我的老公不好,我的老婆不好,我的儿女不好,啊,我周围的人不好,啊,我的情况不好,就是看这些困难的话,就有忧伤了,忧伤的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数上自己的痛苦,啊, 啊,啊,常常看,啊,看着,看着痛苦,啊,但,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痛苦就代表神不爱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但痛苦不代表神不爱我们,痛苦只是人,在世界上必定有的,因为,人都有罪,所以人会伤害我们,啊,我们自己也有罪性情, 所以我们自己会有自责,有内疚,我们尽快处理这些负面的想法,自卑感,我们尽快处理,我们就不被影响,任何情况,任何困难都说,啊,困难是来自人,来自罪,不是来自神,所以我就可以,啊,放下这些重担烦恼,很多人为什么忧伤,因为不接受人的罪性情,不明白, 所以人犯罪,他说,为什么,啊,我的老公这样对我,我的老婆这样对我,为什么基督徒也犯罪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很爱主的,有些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烦恼,重担,他们都有,他们被影响的地方,所以他们都有不同的痛苦,但我们接受的话,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就不被影响, 然后,有些人,他们反复思想,不好的人,啊,他讲不好,他做什么,做不好的事情,啊,这些人真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喜乐 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我不需要被他影响的,我不需要放在心上,这是他的问题 有些人去反复,去自责,啊,我做的不好,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就悔改,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下一次不要再犯罪,下一次不要再做错,去尊重神 他们要伤了手,整个生命就被拆尾 其实,有些人侍奉神也是很多要伤的,有些人侍奉神都是,啊,很痛苦 啊,人不听我的话,人不听耶稣的话,啊,侍奉了手,很困难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的,我一杯凉水给一个属基督的,耶稣都必定纪念 所以我可以喜乐,我传福音,他信不信,啊,我也可以喜乐,他不信 有一天神都对我说,你传了福音,我就喜乐,你见证神的作为,我也喜乐 你荣耀我,我也喜乐,所以神很喜悦我们所做的 虽然人不相信,但我们也可以喜乐,我们说,我做了神吩咐我做的 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人会信主,我们继续为他祷告 但我不需要背着他的担子 我们传福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拒绝 如果每一个拒绝的人,我们都担着他的担子 或者是人不好的,我们都担着他的担子 我们必定忧伤 很多基督徒就去在这个情况 也有很多是跟随情绪做决定的 开心,心情开心的时候,就买东西,吃东西 就欢乐,就结交朋友 无论他是好的朋友,还是选的朋友,不好的朋友 或者是,我开心了,好了,我应赏你,我与你结婚了 或者是有性的关系 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 开心,什么都可以做 不开心,也是吃东西,买东西 有些人很不开心,就买东西 辞职,就做很多决定 就骂人,语言,绝交,各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不开心,烦恼,低沉,他们就搁自己的手 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或者是寄杀 意思是说,很多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情绪 他们开心就做一些可能不理智的决定 我们的决定应该是跟从神的指引 跟从神的教导 跟从圣经,去用神的方法去做决定 去用理智,去神带领的理智去做决定 不是我开心,我就好了,好了,好了 什么都愿意的 或者是不开心,我就骂人了 这些决定都是造成很多人生命破坏 因为他们的情绪带领他们整个生命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就是魔鬼来到 他就偷窃杀害、毁坏 偷窃什么呢? 很多基督徒他们都失去他们的喜乐、平安 很多基督徒整天都在中担之中 都在烦恼之中 就没有平安、喜乐 其实我们可以说 我尽力做了,应该做的,我就可以喜乐 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 我忠心就可以平安、喜乐 我做了神吩咐我做的,我就可以平安、喜乐 我就可以有信心 但很多基督徒没有信心 因为说,我很多困难 神都不帮助我 所以我没有信心啊 我对神没有信心 他们不知道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 受苦的是自己 他们的生命越被魔鬼破坏、偷窃 然后就没有力量 没有机会了 随意的骂人 其实我见到很多人 有些人甚至在世风中都是很容易骂人 啊,你做的不好啊 你为什么这样做啊 都是脾气控制 我选择不用脾气 为什么呢 脾气不会得到神的目的的 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 法律不能改变人 也不能改变我自己 所以我选择处理我的路纪 我有路纪 马上处理 求神给我智慧 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在情绪的问题 不开心的时候 自缘魔鬼有透切 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因为很多路纪 很多烦恼 家庭就破裂 工作也不好 工作不好 入息就不好 这个就影响他们的需要的资源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就赐给我们需要的一切 我感谢神 自从我信耶稣 我开始爱神 尊重神 传福音 当时我还没有做牧师 神已经开始供应我的需要 赐给我各样的福气 为我预备很多很多机会 很多的资源去祝福我 我整个生命我属上 都看到神的祝福 我看到很多人爱主 他们的生命都很丰盛 但我看到有些人不爱主 他们生命很多烦恼的话 他们都很缺乏 很多地方都缺乏 另外魔鬼偷窃 他们的健康 他们就没有 睡眠不好 就没有健康 他们的生育也不好 人就说 这个人 不能信任他 这个人不可靠 人际关系也不好 幸福的家庭也不好 常常吵架 有些人说 我的老公老婆不好 所以我吵架 所以我骂他 但越骂家庭越破裂 骂人不会改变家庭的 但我们能够有平和的心 用以善圣恶 善待他们 慢慢可以有改变 但有些人说 我不服气啊他 他对我不好 我不服气啊 我要骂他 但越骂魔鬼越偷窃 很多人没有想到 没有这个智慧 就是说 他们以为骂人就得胜 他们以为 我骂你我就得胜 其实骂人越骂 越失败 魔鬼越偷窃 就偷窃这个 幸福的家庭 家庭再没有幸福 其实我见过很多人 基督徒啊 侍奉神的人 他们的家庭都没有幸福 首先是 他们结婚的对象不好 他们选择 这个结婚的对象的时候 没有寻求神的带领 所以他们的结婚 就有困难 然后以后他们就很多的怒气 如果我们已经在一个不太好的婚姻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力 对困难放手 对对方的不好放手 不放在心上 善待他 还是用柔和的言语 言语回答他 对他好 有可能性 这个会改变 有些时候 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问他们 其实你的丈夫自己 有没有好的地方 他们说有 有好的地方 但他们有不好的地方 他们就因为他们不好的地方 而发怒 但我就说 他有好的地方 就欣赏 欣赏的话 就说 我感谢你 你做这个事情很好啊 你做的这个很好 但很多人不愿意讲 欣赏 其实神也欣赏 我们一杯凉水 神也欣赏和赏赐 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欣赏人 欣赏人的时候 家庭更幸福 所以我们明白 如果家庭不好 我们越爱主爱人 这个幸福有可能性回来 如果对方有什么好的地方 你越善待他 他有可能性就对你更好 然后机会 有机会去发挥生命 我感谢神 神给我很多机会 不停的机会 我们能够祝福你 我能够祝福你 也是机会 我会欣赏 虽然在世界上 这些机会 不会带来什么 地上的利益 但我不计较 因为神已经给我很多 我的侍奉都是义务的 我现在的侍奉都是义务的 但我乐意的侍奉 因为神永远赏赐 永远纪念 所以我感谢神给我机会去 义务帮助更多人 我很愿意 对你们有帮助 我也很愿意 过来与你们见面 建立你们的与神的关系 教你们更被神使用 然后魔鬼透切什么 神的计划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已经写在册上 这个续片 139篇16节 139篇16节 这里说到什么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神有奇妙的计划 但这个奇妙计划 不会自动来的 根据罗马书12章1节 2节说 怎样能够进入神的计划呢 就是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计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能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首先是将身体线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更新改变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神的计划 我们就全面性的尊重神 全面性的侍奉神 祝福人 做神吩咐我们做的 我们就一步一步进入神的计划 当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神就喜悦我们 神就欣赏我们 神就提升我们 但魔鬼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计划 透切了 他们的家庭没有幸福 他们不开心 他们有烦恼 他们的事分是痛苦的 是有压力的 这样的话 他们整个生命都 都不是 占选神的荣耀 他们不能进入神 极美好的计划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珍惜 这个美好的计划 我们就尽力的进入 这个奇妙的计划 然后我们也有 永生 有些人 他们被魔鬼透切 透去他们的永生 他们失去永生 因为他们就不再祷告了 不再信靠神了 不再赠从神了 与神越来越疏远 这样的话 就魔鬼完全的透切 他整个生命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 都说 有神真好 我要赠从神 做神所吩咐的 我要信靠神 魔鬼就不能透切 但我们活在平安喜乐 享受神的话 魔鬼就不能透切 但我们活在烦恼之中 就魔鬼就透切 然后第二点 神是喜乐的 他很乐意赐给我们喜乐 神是喜乐 天堂是喜乐的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不然爱你 谁因你喜乐 欢呼 他在你中间 什么意思了 就是 当我们与神 有亲密的关系 他就在我们中间 其实神在每个基督徒中间 但圣经有讲到 当人全面性的爱神 正从神 例如在初期教会 他们全心投入的敬拜神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地就震动 神的同在就加强在他们中间 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 就好像在旧约 在撒母耳记上 十章十九章 讲到撒母耳 有一帮先居门徒 跟他一起敬拜神 神的同在就非常的强烈 这样的话 神的同在更强的在我们中间 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就因我们欢心喜乐 默然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就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开心 所以神是充满感情的神 神不是没有感情 有些人以为神是 没有感情 其实神是很喜乐的 很轻松的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说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天堂就是快乐 神的同在就是快乐的 所以神是快乐的神 喜乐的神 我们也应该享受神 圣灵的果子也是喜乐的 所以神的同在是喜乐的 神完美的爱带着喜欢 祂喜欢我们的 耶和华喜爱祂的百姓 所以我们想到 神喜爱祂的百姓 尤其是爱祂的百姓 祂更喜悦 然后神喜爱敬畏祂 和盼望祂慈爱的人 如果我们敬畏神 我们也盼望神的慈爱 我很想活在神的爱中 神就喜爱我们 祂在我们中间 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们就知道 神很喜欢 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喜欢 好了 我们有负面的情绪 怎样处理的 当我们留意到 有烦恼的时候 第一次呢 我们圣性 烦恼会破坏生命 人做的不能破坏我的生命 人骂我不能破坏我的生命 但我烦恼 我因为他骂我 所以我发怒 发怒会破坏我的生命 人骂我 我不放在心上 他就不能破坏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人不好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放在心上 我的生命就不会被破坏 但我放在心上 我发怒 我的生命就会破坏 所以我们明白 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会带来破坏 然后第三点 深信 神必定祝福爱他人 我们爱人的话 神爱人爱神的话 神必定祝福我 没有人能够场夺神的祝福 但我们爱神 就是有人攻击我们 我告诉你 曾经有人攻击我的 但我不放在心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 但我不是用路 祝福 我是用平和的心去处理 我处理的过程也是平安 因为我祷告 亲近神 亲近神有平安 其实起初当然有不开心 但我知道的时候 我必定要了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当我了解之后 我就处理 我处理过 过程中 我都说 神必定保护我 必定祝福我 所以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一生人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 我圣灵充满之后 神教导我之后 我就选择不被人影响 我就相信 没有人能够场夺神的祝福 然后我就求神赦免我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路气 什么烦恼 都求神赦免我 求神赐给我力量去处理 然后就化解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来源 人骂我 人对我不好 是不是可以放手了 我可以放手 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被影响 我是不是必定被影响了 不需要的 神帮助我 谁能抵挡我了 所以我就相信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的 然后信尽神有平安喜乐 也相信 当我信尽神 神必定很喜悦 然后 我这样说的 负面情绪不会一下子离开 需要实施的处理 我们可以处理 思想很快的处理 不需要被他影响 神爱我的 神会祝福我的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的 我可以选择喜乐平安的 但我们里面可能也会有 不开心的感觉 我想分享一下 有一次 有一个人说一次话攻击我 我就处理 我说这是他的问题 我就不放在心上 然后我就祷告神 我就平安 当我睡觉到半夜的时候 醒过来 我发觉我的内心 好像有道个的感觉 有一种痛的感觉 我就了解 我还是被他影响 我就告诉自己 他不会能够伤害我的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赞美神 我就说不要放在心上 神必定祝福我的 我就选择去放不放在心上 赞美神 又有平安 就在睡觉 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不能睡觉的 但我就站起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然后祷告一段时间 我就放手 然后睡觉 我就在睡觉 然后第二天晚上 我就再没有这种 道个的感觉 但我还是有一些介意 但我就处理处理 一天一天的处理 慢慢这些都过去 我感谢神 神这样教导我 处理所有的负面情绪 所有的负面的想法 所以我们需要清理 所有的垃圾 如果你发觉里面有伤害 有怒气 有人骂你 控诉你 或者是自己控诉自己 或者是有失败感 遗弃感 有人遗弃我 不要紧 我的父母离弃我 耶和尔会受留我 耶和尔会受留我 会接受我 而且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必定有好的基督徒 作为我们的朋友 必定有好的朋友的 基督徒如果我们 真从神爱人爱神的时候 必定有些人会回应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不会完全是孤单的 但有一天可能在逼迫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孤单 但我们还有神同在 但在平安的日子 我们必定应该有 建立与人的关系 可以有对我们 从神来的支持 也有从人来的支持 我们的群体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 都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就欣赏 虽然有人不好 我们就放手 但我们欣赏 有对我们好的人 然后这些忧伤 露气 不饶恕 我们都放手 因为不饶恕 带来给我们伤害 所以我们就不放在心上 哈利路亚 然后这个需要 刻意的处理的 喜乐 需要刻意的处理 这个哈巴古树 上将是七节 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黄 葡萄树 不结果 橄榄 树 也不效力 田地 不出粮食 千中 也折了羊 旁 类 内 也没有 牛 然而我要任耶和华 欢喜 愿救我的神喜乐 在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麻烦中 我们都选择 神必定为我快乐 我告诉你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 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传统的照会对我抗拒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没有侍奉的 的地方 没有这个 当时我需要薪水的 我的家庭需要薪水的 但我当时没有 当我选择依靠神 神必定为我快乐 这个过程中 有一段时间去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但我继续信靠神 每一天亲近神 神必定为我快乐 然后后来 神的供应就来了 不停的来 所以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还是相信 神必定祝福 神必定福音 爱他的人的 虽然有困难 不要紧 所以这个 哈巴古书 告诉我们 就是说 有极大的困难 我们还是选择 属散神的恩典 怎样有喜乐的 属散神的恩典 亲近神 倒去所有的垃圾 不被所有垃圾影响 我们就可以有平安 好了 我们怎样可以 有神所赐的平安呢 我们明白 我们必定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我们的心如果是烦恼的话 我们医生源就会烦恼 如果你发觉你的内心是烦恼的话 这个我们需要继续的处理 否则我们整个生命都是痛苦的 我们常常亲近神 张耶和尔常摆在我面前 因祂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神的同在是非常奇妙的 祂会带给我们 心灵的平安喜乐 也带给我们肉身的安然居住 带给我们身体的舒服 很清醒 阿里路亚 你看这个婴孩 他在睡觉的时候也在笑 婴孩能够这样 但成年人很多都不能 我们能不能够整天都说 有神与我同在 祢在我前后 挽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我就感谢神 神在我前后 挽绕我 我就选择 想着神的安典 想着神的祝福 就不被人影响 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不但去保得食物 去保得神的慈爱 好像吃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是永远长成的 祂永远 我们都看到祂的爱 我们看到神创造的食物 是祂的爱的表德 神的平安喜乐 是祂的爱的表德 圣灵的感动 是祂的爱的表德 我们在美主的时候 有平安喜乐 就是神的爱的表德 我们就充满这个爱 神在爱我 我就享受神的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喜 欢呼喜乐 必定有神的爱 才能够喜乐的 我是被爱的人 神爱我 虽然有人不爱我 有些人很淡淡看重丈夫 气急的爱 当然有气急 丈夫的爱是最好 我们尽力建立婚姻 但有些时候不能 因为对方真的很多困难 我们就放手 但同时善待他 希望这个家庭可以改善 同时我们重神得利 在这个情况 如果配偶真的很不好的时候 我们明白这个爱不能来自这个家庭 这个爱必定来自神 我们就放手 但同时我们善待他们 希望这个家庭更能够有爱 所以我们赎上神的恩典 其实我看到什么都想到神 我喝水 我就想到 神创造的水都是很舒服的 我们可以整天喜乐什么原因呢 因为神很爱我们 他的爱是过于原所能测度的 神将我们今生来生都尊贵 我们是尊贵的 神将万物和主耶稣一同赐给我们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他的 而只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所以神将万物也赐给我们 我们越敬应神尊重神 越得到万物的祝福 各方面都有祝福 我感谢神 神给我很多方面的祝福 神给我各方面的恩赐能力 很多的机会赏赐神的供应 我都感谢神 然后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神都喜悦 神很开心 也亲近神也带给我们喜乐 我们爱他 神也凡事祝福 我们有勇美的永生盼望 所以我们就常常说 我有很多福气 我是蒙福的人 我是蒙福的人 我是有福的人 哈利路亚 我就整天赞美酒 我放下所有的垃圾 我刻意地活在神的喜乐中 怎样呢 根据圣经和神的恩典 深深地相信神很爱我 神看中我 然后我健康的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 我相信神看中我 我是很宝贵的 第一方面 第二 是当我们尊重神 我们发挥生命 我知道我进入神的奇妙计划 我的生命就有重要性 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想说一点 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生命 需要重要性 我什么意思呢 神其实将这个重要性赐给我们 只是很多基督徒 没有跟从神 没有尊重神 他们发露 他们犯罪 所以他们的生命是破坏的 家庭破裂 源自关系破裂 工作不好 情绪不好 这样的话 他们不会有好的自我形象的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宝贵的 所以我们建立自己的自我形象两方面 一方面是深深的相信神很爱我 第二方面 是真的 见见神 遵从神 做神所吩咐的 服侍神 这些我们所做的 神必定喜悦 我建也建立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建立整个生命 我们与人的关系好的 我们家庭建立家庭的关系 我们建立我们的工作 我们建立我们的侍奉 我们不让人或者是魔鬼 魔鬼破坏我们的生命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被重建 我们就有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也深深的相信 人不能敞夺 神给我们的祝福 清理所有的垃圾 长时间的敬拜神 感激神 一边相信神必定喜悦 我们亲近祂 祂必定喜悦 所以我们就很开心了 神的同在也令我们喜乐 也赎上神的恩典 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也欣赏自己的任何的进步 一天千次百次 爱慕神尊重神 我整天都是这样的 哈利路亚 神真好啊 耶稣你真好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我感谢神 也提醒自己 神必定喜悦 我亲近祂 我真心爱祂 祂就必定喜悦 所以我可以整天喜乐 因为神会因我 欢心喜乐 莫然爱我 且因我喜乐而欢呼 这样的话 一天千百次 赞美主 我去早上到晚上 什么时候 我都说 哈利路亚 感谢神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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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 什么负面的想法 马上处理 什么困难 我说没有问题 必定能够处理 有人不好 我说没有问题 这是他的问题 我尽量建立与他的关系 也处理 什么需要处理的 这个困难 我需要处理的处理 否则不能处理的话 我就放手 我就接受 他是这样 我不能改变 有些人我们能够改变 有些人不能改变的 能够改变 我们有何的兴趣改变 不能改变 我们就放手 好了 我们现在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一天一千次 一百次 或者是几千次 赞美主 从神得利 从神有平安 也相信我进去神 神必定很喜悦 神就祝福我 也不吃任何的垃圾 所有负面的东西都放手 所有以前的伤害 所有以前的负面的想法 所有的自卑感 失败感 所有的伤害都处理 在神里面说 不要紧 人骂我 不要紧 小的时候 人骂我 不要紧 我放手 因为现在神重建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会一步一步进步 我就欣赏自己的进步 任何的进步 我就可以欣赏 我就可以开心 你可以站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为我们预备 是极其妙的恩典 极其妙的计划 你的计划 是极度美好的 求神帮助我们保守 神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典 你所赐给我的 请你为我保守 帮助我 行在神的路上 信靠神 以神为乐 属上神的恩典 就不被人影响 就整天都赞美主 整天都爱慕神 整天都喜乐 这样的话 我们就享受生命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什么 重担烦恼 求神帮助我们 现在 对我们 在心里面 对我们伤害人 说 你伤害我 不要紧 因为神会祝福我 我可以放手 我可以不将这个伤害 放在心上 我可以将这个重担 吹出来 啊 你可以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有些人的心 觉得很有压力 你就呼叫 哈利路亚的时候 呼叫耶稣的时候 好像将这个压力吹出来 啊 利路亚 啊 利路亚 啊 利路亚 也同时 好像我们的灵魂 飞到神那里 耶稣 我飞到你这里啊 耶稣 我跑去你的旁边 求神赏免我们的罪 我们的烦恼 忧伤 负面的想法 求神赏免我们 也赐给我们力量 赎上神的恩典 我们就感谢神 就享受神 神赏美好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唱这首歌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你懂得唱这首歌 可以闭上眼镜去唱 我有这喜乐 哈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说吃 非世界说来多去 哈利路亚 哈哈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说去 非世界说多去 哈利路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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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感谢天父啊, 赞美天父啊,我们放下重担烦恼, 求神帮助我们赎上神的恩典, 我们就感恩,我们就以神为乐, 我们想到神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开心, 神也在笑,我们也在笑, 神在欢呼,我也欢呼, 哈,哈利路亚,感谢天父, 我们可以享受神,我们可以享受生命, 我们可以享受所有一切神给我们的恩典, 也享受人怎样善待我们, 如果我们家园,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善待我们, 我们就感恩,我们就享受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尝尝赎上神的所有恩典, 就活得平安喜乐,哈利路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家人可能有对我们不好, 我们不放在心上, 我们说不要紧, 因为神会补偿给我的, 我所有失去的神会再次赐给我, 神会赐给我所有我的省事, 神都赐给我, 我都能够在神里面重新得利, 有各样的福气, 所以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的盼望不是放在人的心上, 甚至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配偶身上, 我们善待配偶, 我们希望有好的关系, 但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配偶的身上, 是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我们的儿女身上, 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去爱主, 但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他们身上, 如果他们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继续去帮助他们, 祝福他们, 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盼望放在儿女的身上, 他们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不会被伤害, 我们继续从神得利, 我们平安喜乐, 可能更有可能有帮助他们, 有改变他们, 有善能够帮助他们更改变, 感谢天父, 扎美天父, 求神帮我们整天都处理生命, 活在神的平安中, 处理所有的垃圾, 就有更大的平安喜乐, 感谢天父, 扎美天父, 我们祷告奉主要受救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我想说一点, 如果你的家庭有不好的地方, 你情况有不好的地方, 这个需要时间去处理的, 可能不是以撒几能够处理好, 不能以撒几处理好, 但你一步一步的处理, 就是说不要紧, 人对我不好, 不要紧, 因为神会给我的, 我爱神, 神就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就可以放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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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